这绝对是2022年 能把鬼都吓闹的港式惊悚片 据说在上映时 吓死过一个80多岁的帅小伙 其中好人没好报的恐怖剧情 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强烈提示该片全程高能惊悚无尿点 所以赶快艾特你的冤种好友一起观看 这天深夜 一对年轻的情侣选择了殉情 从百米的高楼先后跳下 随后倒在血泊中的两人 便被路人送去了医院抢救 但诡异的是 由于他们的血型都是AB血型 但此时的医院里 唯独缺少这种血型的库存 于是无奈之下 医院赶忙找来了三个血型相同的献血者 然而好心的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因为这次好心的献血 竟给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 之后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 虽然成功将殉情的男人抢救了过来 但因为他的伤势太重 最终殉情的男人还是成为了植物人 而另一边殉情的女友伤势更加严重 再加上她本身就患有癌症 所以久之后被宣告了死亡 显然这样的结果无不让人感到遗憾 可当女人的尸体被推出来的一刹那 尸柜里竟突然发出了圣人的敲打声 这不禁把众人吓得面容失色 一时间大家怀疑女人并没有死 随后医生只好急忙打开了尸柜检查 但经过他们的反复查验 确定女人早已没了呼吸 于是他们也只能决定再次封关 可途中女线学着静无意间看到 女尸的眼睛突然动了一下 她不禁被这一幕吓坏了 走出医院后 她将此时告诉了另外两名献血者 而两人听后也不禁感到几倍发凉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原死的鬼魂已经缠上了他们 这也献完血的男记者 刚刚回到家便遇到了怪事 只见她的父亲正在给阿婆做衣服 但一瞬间灯光突然熄灭 于是父亲赶忙前去检查店员 但就在这时 阿婆转身间 竟看到一个恐怖的光头女鬼 竟然趴在窗户上忽影忽现 这惊悚的场景 瞬间把阿婆吓得转身逃离 而刹那间 女鬼也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之后另一名献血者设计师 也同样遇到了怪事 当晚她回到工地和工友闲料时 说起了白天献血的事 但不了工友听后 竟告诉她帮错了人 然而下一秒 设计师净诡异地发现 之前献血的伤口 竟在此时离奇地渗出了咸血 而且血子刚好滴在了工友的水杯里 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之下 工友直接将带有血子的水喝了进去 可没过多久工友就出事了 随后工友照常来到工地拍照 可就在她拍照时 相机净诡异地开始疯狂自拍了起来 下一秒工友便发出了凄惨的呼救声 等到设计师闻声赶来时 却发现工友已经吊死在了工地上 事后设计师为了查清真相 便赶忙将相机里的照片一一洗出 但当她看到桌上的照片时 却顿时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原来在数百张的照片里 竟然出现了同一个鬼影 接着再回想起昨晚发生的怪事 设计师认为自己定时遇到了脏东西 之后她便赶忙带着照片去找神父求助 而神父得知事情的来龙去埋后 表面上安慰设计师不要过度担心 因为现血本就是一件好事 可等到设计师离开后 手握照片的神父却突然变得神色紧张 原来他早已经意识到了事件的危险性 于是神父赶忙带着圣经来到了太平间 找到了殉情女人的尸体 想要以此超度一下她的亡魂 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这里已经不属于你了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阳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奉行 愿你的旨意奉行